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观众朋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美国突然同意向印度出口新型FA-18舰载战斗机 把这个东西卖给印度 既能赚到钱 又可以捏住印度的小尾巴 美日举行力尖二腰大规模联合军演 夺岛演练成重头戏 每一次演练都是对钓鱼岛争夺的一次演练 日本谋求大幅提升军力 与美国在亚太搞军事小圈子 意欲合围 我花自己的钱上你的战车 绑死在你的战车上 都希望把对方推到前沿 去和地区内的军事强国去进行较量 军事专家陈虎 杜文龙 房兵 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 欧亚时报网站11月2号援引以色列媒体报道 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兴趣从以色列购买军事装备 包括铁穹可移动全天候防空导弹系统 报道称 沙特和阿联酋原本想购买俄制S-400防空系统 但现在已改变态度 转而对以色列铁穹系统兴趣大增 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菲尔公司设计 用于防御进程火箭弹或导弹 在白天 夜间以及所有天气条件下都可以使用 以军方称 该系统击落过400多枚 瞄准以色列人口稠密地区的火箭弹成功率约90% 据悉 在过去的几个月 阿联酋 巴林和苏丹已先后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 据防务博客网站报道 美国德士隆系统公司近日展示了 为美国陆军开发的下一代班族武器 也就是美军未来的突击步枪与搬用机枪 据介绍 该武器将采用6.8毫米口径埋头弹 该弹占用空间较小 能使步兵携带更多的弹药 德士隆公司指出 与现役的M4卡宾枪相比 6.8毫米口径突击步枪提高了射程和弹丸出速 此外 该计划同步研制的搬用机枪 与现役的M249相比 改进了人机功效 根据近期美国陆军声明 下一代班族武器计划将在2021年或2022年投入使用 据塔斯社11月2号报道 一位国防工业界的消息人士透露 俄罗斯国防部将在今年12月获得首架系列化生产的 苏武器第五代战斗机 该消息人士说 明年俄罗斯国防部还将得到4架这种飞机 其交付速度最终将达到每年15架 此前 苏武器试验机已经在叙利亚战场进行过测试 2019年6月 俄国防部在军队2019国际军事装备论坛上 与苏霍伊公司签署了采购76架苏武器战斗机的合同 将到2028年执行完毕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 今天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 欢迎陈老师 主持人好 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 俄罗斯媒体日前报道 俄苏34战斗轰炸机飞行员训练大纲再添新内容 将增加在平流层高度超音速条件下的空战技能训练 为什么要让战斗轰炸机进行这种训练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据俄消息报网站报道 不久前 俄中部军区苏34首次完成平流层下部的行动演练 飞行员驾机爬升至15000米高度 以超音速状态发现并消灭敌人 据悉 以往苏34主要作为攻击机 用于摧毁地面和海上目标 仅在个别演习期间 才使用空对空武器随行击落敌机的任务 理论上 轰炸机应由歼机机护航 但部分情况下因兵力不足 无法为其提供掩护 今后 苏34将使用中远距空空导弹打击敌机 拦截敌轰炸机和制导武器载体 并在歼机机无法为其护航的情况下实现自卫 湖南岳阳的网友浩瀚无边提问 苏34战斗轰炸机主要任务是摧毁地面和海上目标 让飞行员用它训练空战能力 究竟有没有必要呢 其实呢 我们讲这个所谓的空战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空战 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执行的是一个截击作战任务 抓住几个关键词 平六层高度 超音速 一看呢 这是典型的截击作战模式 实际上 俄罗斯目前专用的截击机 就是米格31 米格31呢 大量在国内部署 但是出国部署的情况不多 而实际上呢 在国外作战的时候 也经常会碰到对方类似像轰炸机之类的 大型目标实施空袭 所以像苏34这种的前线战斗轰炸机 执行截击任务 做相应的训练和技术准备 这个恐怕俄罗斯是有多方面考虑的 陈老师 苏34既然是战斗轰炸机 那么它的空战能力究竟怎么样 实际来说 执行截击任务的基本条件 苏34是完全具备的 我们看一下 俄罗斯传统的截击机 基本的特征就是 高空高速 双座 两个飞行员 而苏34作为一个战斗轰炸机 它恰恰也是双座的战斗机 两个飞行员 而且呢 这个飞机是以苏27的底子改出来的 本身 高空高速的性能和远距离飞行能力都相当好 所以说 用它来执行这种截击任务 实际上它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在日前举行的印美2加2部长级对话上 美国同意向印度方面出售F18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 引起外界关注 据印度欧亚时报报道称 为了增强印度的海上作战能力 印度海军几年前曾向美国表示 希望为其国产航母购买57架舰载战斗机 据了解 印度国产航母舰载机有三种选项 一是 已经从俄罗斯购买的米格29K 二是 法国的阵风M舰载机 第三就是美国的超级大黄蜂 美国方面表示 假如印度有意进口F18第三批次型舰载机 白宫将批准在印度国内建立一条该型战机生产线 并协助印度百分之百实现其国产化 天津河东区的网友郁北民运提问 美国突然同意向印度提供F18舰载战斗机 究竟是为什么呢 美国人实际上它是在布一个不小的局 一方面呢 卖F18 它可以让美国挣到一大笔钱 毕竟呢 F18也是一个老飞机了 现在找一个下家把这个东西卖出去 从商业上来说是一个很合适的举动 另外把这个东西卖给印度 印度拿它作为自己的舰载战斗机的话 就意味着印度很大的一块军事能力 要被捏到美国的手里 买了F18 那么它的弹只能用美国的弹 它的整个的空战系统 指挥通信 数据链子这一套东西 你也要敢用美军的这些东西 所以把这个东西卖给印度 既能赚到钱又可以捏住印度的小尾巴 对美国来说 可以说是一举夺得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日前 台军一架F5E战机 因发动机故障在台东近海坠毁 飞行员丧生 这件事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 据台湾媒体报道 10月29号上午 台空军第七连队一架F5E 从台东制航基地起飞后 不到两分钟就因右侧发动机失效坠海 29岁的飞行员朱冠萌跳伞后落海 最终因头部重创导致中枢神经休克死亡 据悉 这架F5E战斗机出厂近40年 飞行时间为6260小时 事故发生后 台空军表示 F5平均飞行时数并没有超出原厂规范 据悉 台军的F5系列战斗机 主要担任台军新进飞行员的 高级飞行训练任务 并肩负部分空防巡逻 警戒及侦察拍照任务 自2001年以来已发生八起意外事故 河北张家口的网友青山甘泉提问 台湾媒体报道称 失事飞行员生前曾表示 F5早晚会出事 但台湾军方却称 F5使用寿命还没到期 那么这型飞机到底安不安全呢 安不安全呢 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看你基础的技术状态如何 第二个看你的寿命如何 那么这一次坠毁的F5E呢 服役时间应该已经超过40年了 而它的飞行时数 据台湾方面的报道说 已经超过6200小时了 这个从这架飞机本身来说 确实已经到了寿命的末期了 到寿命的末期 不一定不能飞 但是安全性肯定就要打折扣了 所以说台湾空军有人在吐槽 说F5E早晚要出事 它是有道理的 陈老师 为什么飞行员已经成功完成弹射 却仍然无法生还呢 其实这个事呢 还是处在争论当中 因为台湾方面最早爆出的消息 是飞行员成功弹射 掉到水里之后 因为呛水 换句话来说淹死 但是后来有消息说呢 实际上飞行员弹射出舱之后 就已经失去生命特征了 也就是说呢 弹射的过程当中 因为某些动作的失误 脑袋可能被磕了 被碰了 出现其他的情况 那么从这两个情况来分析来说 就涉及到你的这个弹射本身是否成功 我们从这个F-51失试的画面来看呢 它的飞行高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呢 因为弹射座椅的技术问题 出现弹射不成功的情况 这样的现象是不能排除的 好 感谢陈胡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 欢迎登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或关注东南军情今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点播回看我们的节目 参与留言互动 好的观众朋友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 军情大揭秘 每日举行 力剑二腰大规模联合军演 夺岛演练成重头戏 力剑演习也被视为 美日两国海上力量 进行航母联合的这样的一个演习场 日本谋求大幅提升军力 与美国在亚太搞军事小圈子 一遇合围 一味地与美国进行强力捆绑 自己得到的有可能根本不是利益 而是伤害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 军情大揭秘 10月26号至11月5号 美军与日本自卫队 在日本本土及周边海域 集结近5万兵力 举行为期11天的力剑二腰 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 诸治美军司令史耐德表示 此举是要展示美日同盟不断增强的力量 另一方面 日本还积极从美国引进美制先进武器和作战系统 谋求远超专属防卫的作战力量 那么美日在军事上深度绑定 究竟异域何为 随着日本军事实力大幅扩充 亚太安全形势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 杜文龙 王冰 魏东旭 为您深入抛袭 据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和日本自卫队发布的消息 美军印太司令部和日本自卫队 10月26号至11月5号 在日本本土冲绳及其周边海域 举行代号力舰二腰的联合军事演习 参研美日两国兵力约4.6万人 飞机约300架 舰艇数十艘 其中美军派出约9000名海军 空军 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 参研武器装备包括 里根号航母战斗群所属军舰 第五舰载机连队 阿什兰号船务登陆舰 以及美海军第72特遣舰队 和美空军第五航空队所属武器装备等 日本自卫队参演兵力约3.7万人 出动了加赫号直升机护卫舰 在内的近20艘舰艇 战机约170架 此外 加拿大海军温尼伯号护卫舰 也参加了此次演习 美国军事时报报道称 利坚21演习重点检验 美日两国在海上 地面和空中的 协同作战能力 确保一旦印太地区发生危机或紧急事件 美军能够有效支援日本的防卫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 10月30号 日本独卖新闻刊发头条新闻称 日本陆上自卫队 为防备所谓台海冲突 波及日本西南诸岛 正研究明年举行大型演习 规模为35年来之最 演习预计将有约14万人参加 几乎是日录自全部人马 报道称 同等规模的演习 过去只举行过一次 上一次是1985年 当时的演习想定苏联入侵 回海道等地 与往年的历舰演习相比 今年的演习有什么特点呢 魏老师 今年的美日联合演习 也就是历舰演习 体现出了大小航母 组合作战的一个方式 现在美国海军 尤其是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 可以说正在手把手的 交日本海上自卫队航母的运用能力 以后一旦日本的航母改造完毕之后 美国的大型核动力航母和日本的小型航母 就会在西太平原地区联手出击 现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开始出动F35A和美国的航母 包括它的隐形战斗机部队进行联合训练 现在我认为在演习的框架当中 这种航母联合作战的模式会进一步的升级 所以历舰演习也被视为美日两国海上力量 进行航母联合的这样一个演习场 针对相关岛屿 针对相关海域 它的封锁能力 包括这种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的能力 就会全方位的提升 可能会针对其他的军事强国进行更多的海上威慑 这次美日历舰演习的规模不小 双方出动总兵力近5万人 这样一个阵容是出于什么样的作战想定呢 杜老师 还是出于大国竞争有针对性的一个作战想定 历舰目前是两把舰 首先是一把重舰 其次是一把毒箭 从双方出动的作战兵力武器装备数量去分析 将近4.6万人 在中海地区能够角度所谓的海上风雨 另外它的演练行动很有针对性 在一个高仿的沃舌岛上演练 与钓鱼岛的地形条件 岛屿数量高度接近 所以每一次演练都是对钓鱼岛争夺的一次演练 所以目前看整个演练行动 无论是从规模空间以及针对性去分析 都达到了很高状态 很高水平 在历见演习期间 日本媒体还放出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 那就是自卫队明年准备进行35年来规模最大的演习 以防备所谓台海冲突 杜老师对此您怎么看 如果按照自卫队演细规模去分析 未来的演练行动将会把台湾地区纳入其中 很显然这不是日本三方面的意图 是美国日本的联合意图 大国竞争面前日本也是个棋子 美国自己在西台地区的兵力不足 一定要拉上日本自卫队 所以目前看美日联盟关系不仅在毒害整个周边地区 对中国的统一 对台岛地区的安全稳定 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把台海安全纳入所谓和自己毫不沾边的一个作战范围和想定范围 日本明显在制造威胁多管显示 日本作业队联合美军大搞练兵 背后的目的肯定不单纯 那么美日这次练兵究竟练的哪些内容 背后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美日立舰联合军演自1986年开始 每两年举行一次 演练课目主要围绕双方认定的 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而设计 因此演习代号都选取下一年的时间 据了解 此次力舰21军演中 美日继续深入开展一体化演练 据美国海上力量网10月26号报道 此前 美海军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与日本自卫队F35A战斗机 开展了热身联合演练 自卫队利用F35A战机的指挥及控制能力 为美国号两栖攻击舰提供防空及制海支持 提高了美军远征打击群 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海上战术熟练度 杀伤力和互操作性 值得注意的是 模拟争夺钓鱼岛成为了此次 力舰21军演的重头戏 驻日美军司令凯文施奈德叫嚣称 两国成合性的部队运作能力 可运送部队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进行防卫作战 10月30号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透露 自卫队和美军在路尔岛县石岛村的 无人岛沃舌岛共同进行了离岛防卫训练 日本共同社10月31号 介绍了这次夺岛演习的情况 自卫队直升机和美军MV22鱼鹰运输机 首先把突击队员送到所谓被占领的岛上 随后在空中支援下击退敌人 美军派出约40名海军陆战队员 搭乘从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起飞的 两架鱼鹰出战 日本自卫队则派出 陆上自卫队离岛防卫专门部队 水陆机动团约100人 以及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母舰日向号参演 在夺岛演练中 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和美军鱼鹰 参加了岛上的战斗项目 据悉 沃舍岛位于 路尔岛市西南约200公里处的土嘎拉列岛 由于生活条件严峻 1970年成为无人岛 有日本自卫队官员表示 沃舍岛断壁悬崖绵延的地形 与钓鱼岛相似 并称演习将成为向周边国家 释放的强烈信号 2015年日本通过新安保法之后 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 自卫队能够借船出海 支持美军在全球作战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日本F35战机要怎么去联合支援美军呢 邦老师 因为我们都知道 像F35战斗机这种高度信息化 智能化的装备 而且特别是作为美国军方 可以讲是量身打造出来的 你只要用我的飞机 首先你是向我表明一个态度 什么态度 我花自己的钱上你的战车 绑死在你的战车上 从技术层面来讲 我们也都知道 F35与F66猛禽相比 虽然号称低端 但是你知道 它出来的时间比较晚呢 所以它的信息化程度 其实要比F66猛禽 是要高 相当高的一个档次的 包括对周边态势的感知能力 包括机翼与机翼之间的 这种交互作战能力 包括信息传递的能力 像F35这种战斗机 不管你卖给谁 你这个飞机只要起飞 你默认的模式就是 你去哪去干啥 我都知道 你都跟我美军 包括后台 完全是无缝链接的 所以你看 每当我们看到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35A 只要你看它起飞 你不要想 它是日本的飞机 它同时 也是跟美国海空军 包括海军陆战队 相同型号的飞机一样 完全可以 在美军的整个作战体系中 扮演同样的角色 而且在分配作战任务的时候 完全可以不用考虑 你到底是属于哪国的飞机 只要是联合作战 我可以给你分配 同样的作战任务 这就是 你看它我们讲 这个完全一体化的 联合作战的魅力所在 所以你每当在演习中 我们讲嘛 你看到日本航自的F35A 在跟美国两栖攻击舰在那 联合搞演习的时候 你不要忘了 它相当于 驻日美国空军的F35A 给驻日美国海军的 两栖攻击舰 提供空中掩护 大体上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主持人 美日在高仿钓鱼岛的 沃舌岛 举行两期登陆夺岛演习 驻日美军司令 凯文施奈德也高调宣称 演习就是模拟钓鱼岛作战 魏老师 您觉得美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 首先我们注意到 最近一段时间 日本政坛内部 传出了更多的不和谐的声音 那么针对周边的一些国家 进行了一些危险性的描述 日本通过给邻居贴危险标签的 这样的一个举动 希望在西太平洋地区 能够招引更多的美国的军事力量 利用美国的军事力量 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日本自认为可以把水搅浑 针对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 让美国施加更多的军事压力 这样的话 自己就可以渔翁得利 从目前来看 美国非常愿意配合 日本的这种图谋 他希望鼓动日本 在敏感问题上 比如说在夺岛问题上 展示出更多的进攻姿态 这样的话 让日本和周边的国家 在热点问题上 制造更多的矛盾 美国自认为 就可以减少自身的压力 所以针对相关的小岛 进行夺岛演练 美国和日本看起来有默契 但是其实他们的心理 是各怀鬼台 各怀心思的 都希望把对方推到前沿 去和地区内的军事强国 去进行较量 而自己减少所谓的 这种军事压力 或者是战略压力 除了高调举行联合军演外 日本还不断从美国 采购先进武器和作战系统 谋求大幅提升战力 据日本产庆新闻 10月29号报道 日本政府已决定建造 全新宙斯顿战舰 作为取消部署陆基 宙斯顿反导系统的替代方案 日本政府原计划在 秋田县和山口县 部署陆基宙斯顿反导系统 但由于标准三拦截弹助推器 有落入居民区的危险 今年6月 时任防卫项河野太郎宣布 放弃部署陆基宙斯顿 此后 日本国内出现三种海上替代方案 分别是 将陆基宙斯顿系统安装到商船 海洋钻探平台 或专用的反导护卫舰上 对此 美国提出非正式意见 认为 这些海上方案都不靠谱 不如新建宙斯顿驱逐舰 日本显然采纳了美方意见 决定打造全新的宙斯顿战舰 根据目前方案 新型宙斯顿驱逐舰将使用 宙斯顿陆基雷达 SPY-7及导弹发射装置 比现行宙斯顿舰配备的雷达 SPY-1D性能更强 探测距离和灵敏度 是SPY-1的数倍 理论上 日本只需要两艘搭载 SPY-7雷达的驱逐舰 就能覆盖整个日本本土 日本共同社称 新型宙斯顿驱逐舰的体型和排水量 将比磨叶级更大 吨位将达到9000吨左右 一旦建造完成 新舰将成为日本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宙斯顿舰 除此之外 日本产经新闻10月28号报道称 海上保安厅已启动MQ-9B 海上卫士大型无人机的飞行验证 并已于2022年度引进该型无人机 据日本共同社介绍 MQ-9B海上卫士 是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设计的 天空卫士无人机的升级版 机长11.7米 驿展24米 持续飞行时间可达40小时 具有环绕日本专属经济区一周的能力 该机装备多模式海上搜索雷达 自动识别系统光电和红外传感器 可实时探测和识别 数千平方海里内的船只 同时能支持水面战 反潜战 人道主义援助 救灾 搜救 执法 航空反水雷等任务 日本已经有了8艘宙斯顿战舰 现在还计划建造新的 日本真的需要这么多宙斯顿来保护吗 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呢 房老师 到底需不需要或者需要多少 现在4条金刚机 2条艾档机 2条摩叶机加起来 已经满边8条宙斯顿舰 早已经超过了若干潜潜 这样一个规划 但它仍然不够用 为什么 如果从作战角度来讲 我的4个部位队群 每个编队中 至少可以配上两条 不同版本的船斯顿舰 我觉得这个需求 作为日本来讲 它是认为必须具备的 我还需要执行 陆基的反导任务 比如说对朝鲜半导 可能处的一些情况 我要执行海基的 船斯顿舰的中段的 导弹防御的任务 那我还要再造 你这么说吧 东亚大陆上 有可能对它 在这个距离之内 实施中程弹道导弹打击的 都在它可能的 假想敌范围之内 是谁 大家可以自己去划了 那么我针对你 无论是西北方向 西部方向 西南方向 我都要构建起 一个有效的海基的 中段导弹防御的话 你告诉我 多少条吨舰才够用 8条 18条也不一定够用 所以我说嘛 胃口你有多大 那你的需求 就有多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它下一步 如果继续 通过各种手段 继续去筹钱 去筹索资金 毕竟这是个 吞金巨兽嘛 去搞新一代的钝剑 我觉得完全 在情理之中 大家可以期待 带一个号的 可以期待 日本准备为海上保安厅 引进美制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 究竟有何魅力 为什么要将它装备 在海上保安厅呢 方老师 好的 像MQ-9B的这种 这个无人机 从日本方面引进来的 肯定首先看中的什么 长航时 很长的航时 很大的海上的巡航的范围 很大的海上的流空时间 那么这样 我就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 甚至超越 有人驾驶飞机 飞行员毕竟有个极限 超越这个人体极限的情况下 很长的时间 在很大的空域和海域范围内 执行各种搜索监视任务 你其实看看这飞机性能就知道 它搭载不同的载荷的话 可以分别对水面目标 甚至是水下的潜艇目标 实施长航时的大面积的 这种远程的搜索警戒 为什么要给海上保安厅呢 因为可以降低 你们周边国家的反应强度 你看我买过来 我是给海上保安厅用的 它是警用 它不是军用 它是海上执法力量 你们别总盯着我了 别总说我加强海上军事力量建设了 至于平时使用的时候 我到底挂什么负载出去 我到底执行的是海上搜救 人道主义救援 还是海域监控 甚至对空对海对浅的搜索任务 那就完全在我自己掌控之中了 你们别人是无法得知的 但毕竟我对外 我可以戴一个很高的帽子 你看我是属于警用飞机啊 我觉得这种小心思 难道大家不能很好的体会一下吗 主持人 10月26号 日本首相菅义伟 在其上台以来 首次施政演讲中强调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保的基轴 日本力争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 他将继承安倍政府 2016年提出的印太战略 有观察指出 美日两国或将继续推进前沿兵力部署和联合作战能力建设 美国将寻求在日本冲绳等地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同时在日本部署更先进的海上和空中作战力量 据美国星条起报网站10月23号报道 美海军陆战队近日在驻日美军严国空军基地 组建了驻日本的第二支F-35B战斗机中队 即海军陆战队第242战斗机攻击中队 与此同时 日本也在不断扩充自己的F-35机队 以实现美日在空中作战平台上的同步和融合 今年7月9号 美国国务院批准对日本出售105架F-35隐形战斗机 包括63架常规起降型的F-35A 和42架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舰载型F-35B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二大军贸订单 外媒称 日本获得105架F-35后 将极大提升自卫队的作战能力 此外 也有日本媒体指出 菅义伟固然打算延续安倍以日美同盟为基轴 发展印太战略的主要外交政策 但也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 他在10月26号的首次施政演讲中就强调 日本需要自主研制下一代隐形战机FX 10月30号 日本防卫省宣布 选定日本三菱重工作为FX项目主承包商 并已与该公司签署相关合同 日本计划从2035年左右 开始用自研的新型战斗机 取代现役的约90架F-2战斗机 美日军事同盟呈现的变化 令外界感到担忧 一方面 美国打算在日本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另一方面 美国通过军售加快武装日本 杜老师 双方都打的是什么算盘呢 目前双方的交易呢 叫郑重下怀 美国在西太地区要强化自己的忠诚打击能力 特别是在中岛条约撕毁之后 今后500到5500公里的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 要依托日本依托关岛进行大量部署 这样呢 对中国的核威胁 包括禅国威胁将会达到史上最高 所以大国竞争表现在西太方向 就是提高对中国的核国威慑能力 和常规威慑能力 如果日本接受了美国的所谓部署 那么实际上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 包括所谓的基地攻击能力 和源头打击能力 也会大幅度上升 那么借助美国松绑日本的远战能力 攻击能力将会大幅度攀升 正常国家 正常军队 正常能力将会达到高水平状态 在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中 日本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 近来日本不仅频频把触角伸到南海 还到印度洋参加多国军演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9月以来 日本舰艇频繁在南海拍展活动 9月5号 卫星曾拍到日本海上自卫队 日向级直升机航母的首舰 日向号出现在南海上 向东北方向航行 日本海上自卫队10月9号发布消息 日海自的三艘舰艇 在南海上举行了反潜作战演练 日海自在消息中称 此次演练是其2020年 印度太平洋部署计划的一部分 参加反潜演练的有 加赫号直升机驱逐舰 雷号护卫舰 苍龙级潜艇降龙号 其中加赫号直升机驱逐舰 属于初云级 舰长248米 标准排水量19500吨 满载排水量26000吨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 吨位最大最先进的水面作战舰船 又被称为准航母 初云级的首舰 初云号目前正在日本进行升级改造 未来将成为真正的轻型航母 再舰上部署F35B战斗机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加赫号将来势必也会进行航母化改造 10月19号 日本海上自卫队物语号驱逐舰 与美国海军迈凯恩号导弹驱逐舰 澳大利亚海军阿伦塔号护卫舰 在南海开展联合演习 在印度洋上 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赫号直升机驱逐舰 和雷号护卫舰 于9月26号至28号 在北阿拉伯海与印度海军 举行了第四次印日海上双边演习 11月3号至6号 搭载SH-60海鹰反潜直升机的 日本海上自卫队大波号驱逐舰 和澳大利亚海军巴拉瑞特号护卫舰 在孟加拉湾参加了 由美国和印度发起的 马拉巴尔四国联合军演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联合军演 将于11月中旬转战阿拉伯海 据悉 日本从2015年起 成为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的永久成员 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 频频在南海地区秀存在 甚至出现在 不在其航线必经的南海西沙海域 举行针对性很强的反潜演练 这是不是一种挑衅动作 日本在反潜领域不可小觑 魏老师 您认为解放军该如何应对呢 日本在南海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敏感 首先日本出动了直升机母舰 和苍龙机AIP潜艇 在南海进行了高对抗性的演习和演练 它是想走得更远 也希望把自己的触手延伸到南海 展示自己更为强有力的 或者说远洋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 也就是说在美日海上力量的兵力构成当中 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可能是用于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 在前方冲锋陷阵 而日本的准航母 包括直升机母舰 在后方保护美国海上作战力量的 这种后方阵地 或者是海上补给线 所以它更加侧重反潜作战 但是我认为反潜只是表面文章 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的潜艇的进攻能力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苍龙机AIP潜艇 降龙号 针对直升机母舰的这种对抗性的演练 其实也是日本的潜艇部队 在演练 针对其他国家大型战舰 甚至包括航母的这种水下偷袭能力 所以说我们不仅要看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反潜领域的一个新动作 可能也要关注它潜艇部队正在提升的 这种反航母的作战能力 我认为在南海比较广阔的区域 我们有这种立体化的反潜兵力构成 驱逐舰和护卫舰更为先进的反潜直升机 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 甚至是潜艇部队的配合之下 我们就构成了水下水面低空高空 四层的立体化的反潜兵力 我相信任何的这种潜入者 甚至包括这种水下的间谍 在我们这种强大的反潜兵力面前 也是不敢轻举妄动 美国想在亚太凑起一个所谓小北约 这对地区安全形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杜老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 如果美国究极小北约 在亚太地区将会产生军事平衡的再度失调 冷战期间在欧洲的大北约 对于全球安全形势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两极格局几十年影响到世界的各个细节 如果在亚太地区成立所谓的小北约 那么亚太周边安全形势也会发生巨变 无论是美国的大国竞争 以及地区周边热点的温度都会快速上升 对于美国筹建的小北约 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 在小北约的筹建过程中 矛盾非常复杂 很多国家跟美国根本就不是一个战略选项 像很多国家有自己的战略目标 与大国的地理关系 经贸关系决定着这个国家的上升空间 和发展空间 所以一味地与美国进行强力捆绑 自己得到的有可能根本不是利益 而是伤害 另外对这个小违约呢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只有让自己强大起来 周边的风浪造声才会逐渐降低 所以发展经济 扩张国力 实现武器装备高端发展 以各种能力去遏制美国在周边挑动的各种风浪 是我们重要选择 好的 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 获取更多的因视频资讯 您可以扫描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TV 或关注东南军情今日头条号和等营号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 我是梁秋雨 下周见 我是梁秋雨 下周见